宝桑,宝桑,我的娟子 作为刺绣大师,宾夕表演艺术家,前皇后演唱替身 绝命毒师,减肥达人,堕胎要计量单位的安小鸟 已经叠了这么多层buff了 但是她身上最明显的标签还不是这些 而是家境贫寒的汉人女子 PS,这里的贫寒是相对概念 那么,如同小鸟这种汉人妃子 进入皇宫到底多难 进来了,她们如何升职 安玲蓉的原型又如何成为当朝唯一被将氛围的妃嫔 这后面隐藏着什么时代特征呢 大家好,我是新人up主子美丽丽丽 爆锤这个三连暗流 本期内容正式开始 相比于进攻怎么攻斗 能不能进攻才是最大的难题 距离眼的小鸟因为并变的秋海棠进攻 那概率就像刚中了乐透 出门又被雷劈了七次 大清王朝在刚创建的时候 作为一个边疆的奴隶制国家 没有什么规范的公围制度 他们的婚姻都是从政治联姻的目的 当时满清女真急着和蒙古结成亲家 联合起来入主中原 对汉人血缘非常排斥 甚至特立了不续汉女的规矩 因此一开始清宫后妃 都是女真妹子蒙古妹子 汉人妹子通通被拒之门外 但是顺制地长大清正后 为了标榜天下一家 开始鼓励满汉通婚 并且以身作则 自己纳的十九个妃嫔中 有六个汉人 也就是说小鸟早生几年 都没机会进攻卷 说到卷 汉人进后宫的路子可谓是卷中卷 想要进攻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第一种 是一年一度的内务府选送秀女大会 但内务府送来的 基本都是八旗底层女子 主要是为了照顾后宫的主子们 但是进了皇宫的女人 确实都有可能承受雨露 从此一跃龙门 最著名的 当属康熙皇帝的梁妃卫士 身为一个宫女 偶然得到了皇帝的宠幸 怀孕生下八个而分为妃 这一氛围 在满猛妃子中也不低 第二种是皇帝开小灶 比如康熙乾隆夏江南都带回来几个 不过数量很少 且不规律 属于偶发事件 铺具马力苏浪漫主义气质 小鸟这种哆哆嗦嗦的 肯定也不再其列 最后一种 就是三年一度的八旗选送秀女大会 清版创造营 这才是选秀进攻的正规途径 也是电视剧中演的剧情 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 自清朝入关到乾隆皇帝时期 挑选八旗女子 官员彬丁闲散之女 均一体挑选 凡是八旗女子 十三岁以上 十六岁以下 除有残疾不堪者 须事先生命外 上到皇亲国戚 下到龙民兵丁 都要在户部登记参选 如果悄悄私订终身 那就是犯了大罪 从众都能满门抄斩 想去的怎么也混不进去 不想去的怎么也逃不出来 大清围城了属于是 大清八旗选秀女的活动 那也是相当壮观 选秀前一晚 家人们就要陪伴着秀女 进入北京神武门 再顺着门外排队 但是排队也是有讲究的 满族和蒙古族排在最前面 汉族的排在最后面 前面要是名额招满了 那后面就自然是炮灰陪跑了 当然 同样是汉族妹子 那进去选秀 也有个先后顺序 在这里是户部排轮次 如果家里背景好 肯定是能往前面插插队的 但是像我们安小鸟这样的家庭 就算有脚神块的马车 来了 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了 排好队伍后 宫里的太监就带着 每五个人一批进宫 来到后花园这样的地方 每个人身上都会带一块牌子 上面第一条就写着 你是谁的女儿 没错 就是拼爹 然后再写着民族年龄等等 皇帝每天选乐秀女 当然也不只是为自己挑 很多时候也给皇子皇孙们看看 毕竟年纪越大 后宫队伍越大 越 另外 有时候清朝的皇后太后 确实也会像《周环传》中 太后选择本颖落选的安宁荣一样 帮皇帝挑一挑 比如康熙的孝依仁皇后 佟佳氏 就经常在本落选 已经当宫女的妹子中 选拔物色出贤娘女子 这后宫阵主的气度 这格局 现代人不理解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陆群绿 我们以乾隆33年选秀为例 此次选秀 7767名秀女中 只有13人被选中 其中八个人 最终被指定和皇室成婚 另外五个人 虽然都被选入宫 但都没给介绍对象 不久都放出宫去 自行成婚了 存当故宫七日游乐 综合看下来整个清代 绝绝绝大多数后妃 都是身出名门 并且是选自上三旗女子 根据青史稿后妃列传的统计 清朝的后妃 大部分来自满族和蒙古族 以及一些汉军八旗 和其他少数民族女子 而出生一般甚至卑微的女子 尤其是汉人女子 是很难很难进入皇宫的 不过我们的安小鸟 自有的聪明智慧和变态努力 在天时地利人和 女配光环加持之下 总算闯入宫门 相比于进宫门坎硬卡人 宫里琐碎 那更是无尽的折磨 在前面后宫待遇 究竟怎么样的视频中 我们说到清朝的后宫编制 到了平一级 是有数量限制的 除了少数例外 大部分被选中的秀女 都是先锋答应 没错 都是跟小鸟一个等级开始的 然后逐级进风常在 贵人 贫 妃 以至贵妃 看了甄嬛传 可能朋友们 对雍正后宫的情况很感兴趣 但是很可惜 清朝档案里 雍正一朝后宫没记载宫斗事件 反而后宫里的姐妹们 相处极为融洽 为什么呢 第一是乾隆皇帝 也就是太子弘历的储君地位 早早就被暗示给所有人了 后宫的姐妹们 完全没必要 再去为自己儿子 碰弘历这块硬石头 碰到头破血流 第二 雍正的皇后乌拉拉拉氏 对后宫的姐妹们非常好 没想到吧 因为她 都没有猛烈斗争的土壤 清烈朝后妃撰稿 记载皇后娘娘 歹下为人 柔家住于宫湖 也就是说 对后宫的姐姐妹妹们 非常仁慈 不摆正宫的高架子 第三 雍正皇帝真的非常非常忙 大家应该看了很多up主的介绍 就这KPI 哪有时间留恋于后宫 后宫数量相比她爹康熙 她儿子乾隆 那更是少得可怜 森严的轻宫制度下 汉妃晋升的机会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家里背景爵爵子 进宫之后 家族立宫受宠 比如雍正时期 晋升最高的汉妃 莲贵妃 她是宠臣莲根瑶的妹妹 从前底侧附近到皇贵妃 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可谓是爬得又快又高 而是能生孩子 家里背景不够 如果娃生的够 那也是能往上够一够的 比如康熙时期 顺义秘平王平 老爹只是一界之县 在地方是老爷 在宫里算牛马 但是给中年时期的康熙 生了三个儿子 康熙死后 雍正还给他进了先帝的飞位 第三 那就是独得皇上恩宠 比如康熙时期的慧贤皇贵妃 高贵妃 出身仅仅是包一 也就是奴仆 但人家就是有手段 独售恩宠 后宫第一个封为贵妃 但至于怎么独得恩宠呢 大家感兴趣可以扣一 打的人多 紫美就做一期 宫中真宠密室盘叠 后宫地位有身也有将 比如甄嬛传利 安小鸟原形 是从贵人 直接跨越平 晋升为妃的 但最后也是宫斗失败 年降两极 直接贬回贵人 在雍正一朝 清朝的历史档案中 没有黎妃 安宁蓉本尊的历史记载 也没有安贵人 由妃降为贫的大瓜 紫美很爱甄嬛传 但是确实是架空历史 很多人物原形 还是其他清朝皇帝后宫的 比如安小鸟的历史原形 就是乾隆的纽护路士 顺贵人 穿越了属于世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从顺贵人升到顺妃 又从一个月内 由妃降为贵人 自己还没有子嗣 降级不久就郁郁而终了 至于顺贵人被这么狠降级的原因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 但是从清朝被降级妃子们的情况来看 主要是这几个 一是违反后宫规矩 比如乾隆的敦妃 暴脾气违规 杖则死宫女 由妃降为贫 二是家里重罪 前面提到年根瑶的妹妹 本应该受年根瑶倒台获罪降级 但年贵妃即使与年根瑶划新界限 还把家叔全部给雍正过目 最后幸免于难 第三就是失宠 那被降级的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失宠 跟普通人谈恋爱 吵架没妨碍 跟皇上谈恋爱 搞不好掉脑袋 诶 想想怎么还挺刺激的 想找刺激 想穿越到清朝参与激情宫斗 看似是不太可能 不过 当今的娱乐圈也是汹涌澎湃 娱乐圈的近身之路 可堪比甄嬛传宫斗 女明星的真实日常 你都可以在绝对演绎中沉浸式体验到 我最爱的暗小鸟 扮演者陶欣然 就在其中化身为四个不同身份 安宁蓉重申后来到娱乐圈 面对黑料来袭 她会选择怒怼黑粉 还是和气身材 如果是甄嬛传里的安宁蓉 一定会怒怼黑粉 让脆嘴打烂她的果 而且悄悄地说 在这里 她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 安小鸟出席了 参见皇后娘娘 说实在的 我还挺期待能够真正地拍成古装剧 绝对演绎开拍 我一定追这个剧 不仅是安小鸟的联动 游戏还与上海乐剧院的乐剧版红楼梦 进行联动演绎 狠狠打捏住本历史控的心 但说回来 还是现在好 搞事业比拼男人有意思多了 PS 18岁以上才可以玩哦 不知道各位小主 觉得后宫争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 紫美认为 要么自己做了皇后 要么自己儿子当了皇上 自己跟着相夫 但是因为大清皇家严格的等级制度 整个清朝 就出了一个汉族皇后 两个汉族后妃所生的皇帝 顺治帝的小福晋同家世 汉军正南齐人 胜样了康熙帝 乾隆的皇后魏家世 不仅自己做了皇后 儿子还是继位的嘉庆帝 但是这些都仅仅是个例 汉非子嗣们的情况其实比较糟糕 安宁荣伪代表的汉非清宫奋斗史 也是一部复杂清朝民族融合历史的缩影 清朝自始至终 尊崇守守满族的原则 四则蒙古汉族最末 但是随着清朝的进一步统治 满清皇家想要牢牢把控统治权 又需要推进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 将各族都纳入到统治阶级中来 这也就出现了汉非在清宫中的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宫中地位却原地踏步的诡异现象 也正因此像安宁荣这样的妃子 成为满汉联姻政治中的牺牲品 不过不要担心 在《绝对演绎》和《安小聊聊》短片中 他已经成功逆袭 静等功当皇后做明星 自意创阅 还有情感戏 毕竟搞事业谈恋爱 两件事都快乐 不冲突 作为一个直男 再强调一遍 我是直男 私信我的朋友 我真的会写Shanq 但这不耽误我完绝对演绎 不能有点暗号吗 我表示已经下载去做女明星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必须抽奖 小抽十个大会员 大家评论就可以随机抽 我是史证探自明007 关注我 下一期我们接着聊历史的真相